好,强哥今天为大家分享两款好用的翻译软件 我为大家讲解的是分两种不同的人群 第一种,如果你是使用谷歌翻译来单纯翻译文章 或者是翻译某些个文字 而不是上网需求翻译整个网页 那么你用国内的网易有道 采云小仪,百度翻译,金山翻译等等 基本上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翻译要求比较高 经常翻译一些个专业的文章 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复杂的一些个东西 那么强哥推荐您用德国开发的DEPL这款软件 我称它为DEPL 它比有道,谷歌,百度等翻译软件 翻译功能更强 翻译出的句子结构更通顺合理 而且翻译的也非常准确 如果说你不喜欢国外的翻译 那么你首选的国内的翻译软件就是有道翻译 以下强哥为您演示 Deeple这款翻译软件的使用 首先Deeple这款软件呢 我们不需要科学上网 我们用百度搜索引擎 或者是谷歌搜索引擎 都能把它搜索出来 我们在百度上搜索 Deeple翻译是2017年8月 由总部位于德国科隆的一家创业公司 推出的免费机器翻译服务 评论家呢 对它的评价非常的高 认为它的翻译比谷歌翻译更为准确自然 它有免费版本和收费编本 也就是专业版 免费版本呢 它的限制就是你的唯美长度 不能超过5000个字符 同时呢 它还有这个专业版本 它的专业版本是需要付费的 收费版本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说它不限制于5000个字符 另外呢 它这个收费版本呢 安全性更高 它不会保存翻译后的文本 保密性是非常好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界面 是一个在线的翻译 第二个我们选depot的专业版 这儿有一个depot专业版的一个的介绍 然后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选择depot 它这个网站呢 做了一些个介绍 我们打开API 然后这儿可以详细有一个免费版本 还有收费版本的这么一个区别 收费的没有5000个字符的限制 如果说你是一个经常用到翻译的这么一个专业的人员 或者是你每天都需要进行大量的翻译 那么我建议你把它的这个应用程序下载下来 这儿呢 有它的windows版本 也有这个iOS版本 还有Mac版本 当然它还有一种是浏览器插件 我们在网页的最下端 我们把depot的这个插件安装到浏览器当中呢 就是我们很容易 就是说在网页上去操作它的翻译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今天强哥为什么重点介绍depot呢 关键是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在很多评论家的眼中 depot的翻译功能和它的速度 以及它的这个适合性 比谷歌微软 还有Facebook这些个翻译领域的公司做的都要好 包括我们去危机百科 查一下它的反馈和简介 也知道depot的翻译功能 比谷歌还要强大很多 现在强哥就为大家演示一下 包括depot 谷歌翻译 有道翻译 以及百度翻译 这四款软件翻译的具体的区别 我们把一段英文复制到这儿 然后我们把这个翻译的原文再在谷歌上去试一下 还有有道上面 还有百度上面 我们先看百度 这儿它有一个翻译是 当婴儿感冒时 他们会感到不舒服 不太可能睡得好 同样 如果他们感到热 婴儿会变得不哀和易怒 他把这个酷 酷的 他把酷的翻译成感冒 我们看一下 谷歌翻译 这儿也是 当婴儿感冒时 他们会感到不舒服 并且不太可能睡得好 有道呢 翻译就是 当婴儿感到寒冷时 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合适 因为这儿说的不是感冒 而是指的 婴儿感到寒冷的时候 他会感到不舒服 不太可能睡得好 那么我们看Deepo呢 Deepo说的 翻译的就非常通睡了 他是这样翻译的 当婴儿感到寒冷时 他们会感到不舒服 不太可能睡得好 就是说他的这个主语和这个句子结构啊 特别的通水翻译的 特别易懂 当然下面还有一些个其他的这个区别 我们再试一下 其他领域的翻译 比如说我们试一下 这个太阳的形成的这么一个科学的翻译 我们看一下百度翻译 这儿他是这样翻译的 一开始地球的形态 地球的现代形态 还无法变类 一开始它非常热 有点啰嗦 以至于地球几乎完全由 隆隆岩浆组成 那么我们看有道 在地球形成之初 人们无法从现代形态中变类出它来 这个翻译的还是可以 我们看一下谷歌 起初地球从其现代形态中无法变类 起初它非常热 以至于这颗星星可能几乎完全由隆隆岩浆组成 那么我们看一下Deeple Deeple的翻译是这样的 在开始的时候 地球与它的现代形式无法相提并类 起初它非常热 以至于这个星球可能几乎完全由龙化的岩浆组成 在这儿呢 我们就是说细心的去比较一下它的翻译的结果 那么强哥又复制了一下个 关于游戏的一些个简介的翻译 因为游戏简介的翻译比较困难 这是一段乌诗三的一些个简介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一段文字的翻译 那么Deeple的翻译结果 我们看一下 吉拉尔特并不完美 它周围的环境也不完美 战争楼里了大部分的乡村 嗜血的生物甚至不再坚持 在阴影中捕食无辜的平美 我们看一下它的句式特别通水 而且介绍的也特别易懂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谷歌翻译呢 它这样说 吉拉尔特并不完美 它的环境也不完美 战争流泪了大部分乡村 嗜血的生物甚至不再停留 你看它的用词翻译特别的直接 没有根据句子的语境去变化这个词语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 Deeple的华词翻译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选中某一个单词 它会弹出这个Deeple的图标 我们点击一下 它就出来了这个单词的翻译 以上强哥介绍的主要针对 经常把某些个文字或者是文本 翻译成想要得到的语言的 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软件 那么说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平时不需要 这些个文本的翻译 我们主要是上网的时候 为了上网的方便 主要是翻译我们的网页的 这样一个翻译的过程 那么强哥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款 上网的时候网页翻译的 这么一款好的软件 这个软件就叫沙拉查词 这个软件就叫沙拉查词 我们用百度搜索一下 强哥推荐的这两款软件 都不需要翻墙的 在我们大陆都可以使用 我们搜索沙拉查词 沙拉查词呢 它是一款免费 看源代码的 这么一款翻译的聚合软件 它里面聚合了好多的 这个翻译的这个对接接口 就是说它里面也有百度翻译 或者是有道翻译 还有翻译小义 这些个翻译的这个对接 这儿有几个下载的通道 有Google商店 还有Fairfox商店等等 如果我们通过Google商店 去下载这个插件的话 我们需要有科学上网的 这么一个网络 如果说你没有科学上网的网络 那么作者也在下面提供了 咱们国内的用户 下载的链接 以及访问的方法 我们看到安装以后 这儿就出现了个沙拉查词 我们锁定一下它 我们随便找一个英文的网站 这是一个英文的网站 我们去测试一下它的网页翻译 我们右键 找到沙拉查词 我们选择彩云小义网页翻译 点击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英文的网页 就被翻译出来了 它的优点就是 它不但把这个网页的字词句 翻译给我们 同时呢 它还保留原网页的这些个文字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进行一个对照 比Google浏览器还要好用 我们点进一个去看一下 移民和国际这项 我们看 它把网页翻译成中文 同时还保留了原来的英文状态 我们看起来是不是非常觉得非常简单易懂 其实它是对接的 对接的是彩云小义这样的一个翻译的软件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试一下它的花词翻译 点中一个单词 这儿出现了沙拉查词的这个图标 我们看它里面包括了很多的 有闭影词典的翻译 还有这个键桥词典等等 这里面可以通过设置 你想用什么词典进行翻译 这个词句 你可以设置 我们点击这儿 点击这儿 它有一个设置 词典设置 我们可以根据你的习惯 选择各种词典 你可以选择有道翻译 当然这儿是指的 画词翻译的这么一个功能 它的网页的翻译 只能用彩云小义去实现 这两款翻译软件 非常的好用实用